抗戈吉拉 美军简明李小龙 回危十年 戈吉拉终于要重回大一幕 但是如果现实生活中日本真的出现一只 吸消过多辐射突变的大恐龙 是谁要来拯救人类 美国史密森尼航太杂志问起驻日美军 针对戈吉拉的恐龙战略 他们还打算派出私架配备齐全的演技者直升机 加上各式军火 但士官长可不这么认为 不过两名空军士官已知认为戈吉拉的原子射线最难对付 但海军可以收拾他 而空军士官长心目中对付戈吉拉最理想的人物 是绿军人浩克 李小龙 小布希 还有金刚战士 戈吉拉在好莱坞的最新作品即将上映 但独舍网友批评戈吉拉光吃不动便胖了 没脖子就像美式足球员 声音也不对劲 音调应该要再高一些 东新闻实在太认真了 跳 百刀 lockdown 千金 кон 千秋 衫 一 心 碊 脍